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Kooperskobus项目 其中会重点介绍EBPF在Kooperskobus中的应用 用来去解决K8S的网络的监控以及诊断的一些问题 我是来自于阿里巴巴的黄炳生 我是来自于阿里巴巴的李宇童 我们今天分享将从三部分进行 首先我会介绍我们在日常使用Kooperskobus的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常见的网络问题及它的复杂性的所在 然后会去介绍Kooperskobus的一个项目的简要介绍 最后会重点由李宇童来介绍在Kooperskobus中 如何使用EBPF进行的网络的诊断以及网络监控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阿里云容器服务目前的一个规模情况 阿里云容器服务目前在全球提供了30多个Raging 然后托管了上万个集群 在一些较大的集群中有上万的节点数 在我们日常运维这些集群中 通常会遇到非常多的一些网络问题 然后这些网络问题也是耗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去进行排查 然后总结下来这些网络问题通常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于网络的一个配置的复杂度方面 网络配置的复杂度通常是用户由于一些错误配置 他对一些配置不了解 然后导致了一些是与自己预期的情况不符合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在于 Kooperskobus网络本身的实现链路的一个复杂度 然后整个链路的实现复杂 导致了出现问题使一个问题排查的时间会非常的久 在Kooperskobus的网络概念中 通常根据不同的层次 有分成了Kooperskobus内置的一些 ingress, service, netopause这种网络概念 然后在于上面又有像service mesh 然后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些网络定制的一些扩展 导致的这个网络概念的一个复杂 在于Koopers内部制的像ingress, service, netopause这些网络的一个概念中 它本身是通过了label selector 通过pot的一些动态的映射 这种非常灵活的方式进行配置 但这些灵活的配置方式也同时导致了 用户经常会产生一些误配的情况 比如说像label select的选择了一些不预期的pod 然后一些netopause配置多了之后 可能会产生一些overlap的情况 然后导致规则的一些冲突和优先级的一些问题 在service的net之后 也经常会遇到用户实际的业务监听的端口 和net的端口是不符合的一些情况 另外在集训中如果引入了service mesh 这种七层的一些网络流量治理的一些工具 然后会导致一些更加复杂的七层的网络规则 产生的一些配置复杂度 通常来说community中采用的ingress和cli的一些插件 都是第三方来提供的 在这些插件中 一般来说会通过CRD或者是annotation的方式 去提供他们在不同环境部署的时候一些拓展 这些拓展的话在于用户不清楚的情况下 也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网络问题 在K8S的整个网络实线中 就是链路实线上同时也存在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 导致了问题出现时难以排查 主要表现层面在于 首先它的整个的数据平面参与的组件非常多 比如说像上层的service mesh去处理7层的一些情况 中间的community 去处理的服务发现和负载均衡情况 然后以及底下负责 POD之间联通的C&I的一个组件 这些组件它都是由不同的厂商来实现的 然后之间会存在一些兼容性 或者是一些协同的一些问题 所以整个链路的一个长的链路 也导致了这个链路的复杂度增加 然后这些组件的实际的实现过程中 也是深度依赖了 深度依赖了Linux Kernel的一些网络的模块 比如说像路由 像Netfilter Bridge这些模块 然后这些模块的话 每个都有它不同的网络配置方式 以及它有上百种的一些网络配置策略 结合这些的一个网络配置 这些模块的网络配置 通常也会让这个问题的排查 变得异常的复杂 Combinitis的节点 通常是运行在底下的Andly网络上 POD之间的网络 通常都会去跨越节点之间 进行一个通信 这些节点之间 由于不同的底层网络的实现 比如说不同的云场上的一个实现 在安全组 在路由表这种的一些网络配置上 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也让这个集群的跨节点的网络 变得非常的复杂 通常我们去排查这个网络问题的话 会耗费我们大量的一个时间和精力 这个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主要在这三个方面 一个是在于这个问题的排查流程会比较久 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网络丢包问题 我们需要在整个 K8S的节点这个链路中去进行网络抓包 然后去对比这些包 进一步的去发现 这个包丢在哪个地方 然后再去分析这个点上面的网络配置 到底是哪一条规则导致了一些丢包的问题 最终才能去找到问题的更因 对于一些偶发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业务上有一些 偶发的一些抖动的情况 我们可能还需要大量的压策去 去复现这个问题 复现这个问题的同时 也需要采集大量的一些当时的网络状态 然后需要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 去处理这种偶发的一些问题 整个过程中需要排查这个问题的人员 需要有很大的一个 需要有很丰富的一个网络经验 比如说像Linux的网络站 然后像CNi的一个实现 以及底下所依赖的底层网络的一些网络配置 在阿里云的容器服务的整个运维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了这些 常见的网络排查所耗费的一个精力问题 所以我们将常见的一些问题 放到了一个库博斯科普这个项目中 通过库博斯科普这个项目 可以大大的简化我们排查问题的 一个耗费的精力 以及能够把我们的排查问题的经验 赋能给前面的技术支持同学 以及客户能够让他们自助地去解决 这些遇到的网络问题 库博斯科普项目 它主要是一些网络问题排查工具的一些集合 包括了连通行诊断 异常的追踪和回溯 以及访问关系的记录 和延迟的探测 以及分布式的抓包的一个功能 当前这个项目我们也开源在了 阿里巴巴的GateHub的项目上面 下面我将分开去介绍每个功能 首先是连通行诊断功能 通过库博斯科普的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让用户方便地去指定 集群中的两个访问不通的来源和目的地址 库博斯科普会根据访问的来源和目的地址 自动化地去构建整个的访问链路 然后进一步地在访问链路中的每一个点 去分析它的配置以及一些异常情况 从而去找到到底是哪一条配置 以及到底是哪一个点 导致了这个网络异常的一个问题 这个每个点的分析中包含了 像K8S本身的一些逻辑概念的分析 比如说像Nedal Policy的分析 Service的一个展开 然后也包含了整个的网络协议站 以及S层的一些链路层的一些配置的一些分析 比如说像右边这个实例中 用户是在它的Pod中无法去做一个DNS解析 然后用户就可以去指定 它的Pod和集群中靠DNS的一个地址 进一步地去做这样一个诊断 库博斯科普会根据用户的靠DNS的一个service 自动地将它的Pod到service 以及到这个service所有后端链路进行一个展开 然后将链路中的每一个节点 上面的配置进行一个分析 最终可以找到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个不同的问题 第二部分功能主要是网络的监控和 异常的一个追踪层面 这种功能主要用于用户的一些应用 产生的一些偶发的网络抖动 然后在网络的抖动发生之后又很难去复现 然后通过历史的详细的一些监控 以及异常的一些追踪 我们可以回溯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以及当时发生这个情况的一些根因是什么 通过将CubeScopeExporter在整个机群中 通过DeemSet的方式去部署 可以将每个节点上面的Pod的维度的一些 系列的监控指标通过Magic的方式透出 以及当这个节点上面的网络真正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 会爆出event的一些日志 能够将当时的一个异常的一个五元组 以及整个的在内核中的一个链路的调容站来进行一个输出 从而去回溯到当时发生的异常情况 目前CubeScopeExporter中覆盖了在Kernel中的大部分的一些异常场景 包含了一些网络丢包 网络重传 以及一些网络延迟发生的位置的等等的一些分析 第三部分功能主要是在于网络访问关系的一个记录 在CubeScope中可以去将历史中的所有的网络关系进行一个记录 然后方便用户在它的时候发生一些性能问题时进行一些回溯 比如说这个网络关系记录包含了一些连接数 上面发的包的数量 以及一些它的一个吞吐的情况 比如说整个集群中我们发现一段时间内 CodeS是存在一些解析的异常情况 我们怀疑这个CodeS当时是被某一个应用大量的使用 来占用了它大量资源导致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个时间点的CodeS关联的所有的应用的一个回溯 找到到底是哪一个应用解析的大量的一个域名 导致了整个集群中的共享资源的一个占用情况 第四部分功能主要是在于一个延迟的侦测方面 在CodeScope中可以指定一组的一个网络的资源 然后只要一键的方式就可以去诊断这一组网络资源之间的一个延迟情况 然后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哪些POD哪些Node之间的一个网络延迟会比较高 然后这样可以指导整个的一个应用部署 以及整个集群中到底网络瓶颈在什么地方 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个DOD的功能 就是当真正的集群中发生的网络问题是我们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CodeScope去同步的在集群中多个点进行抓包 然后抓到包之后可以导出一个多个点抓包的一个压缩包 然后通过这压缩包中我们还可以去手动的去对比这个包之间的差异 从而去找到这个丢包的一个点 然后一起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阿里云容器服务通过CodeScope这个项目 在内部的一个使用已经有三年多了 然后在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解决了大量的一些重复问题的一个排查 解约了我们大量的一个人力 然后也让我们的客户以及前线的技术知识同学 能够服用到我们排查问题的一些经验 然后在整个CodeScope的一个项目构造过程中 我们大量使用了EBPF的技术进行网络的一个监控以及网络的诊断 下面将由李玉童为我们介绍CodeScope项目中 是如何使用EBPF进行网络监控以及网络的诊断的 好的那么先感谢我的同事王秉申为大家介绍了Cubernetes容器网络的复杂性 以及对我们CodeScope整个项目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CodeScope是怎么如何使用EBPF来进行容器网络的监控 以及我们遇到了哪些挑战是怎样解决的 那么在继续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EBPF作为我们容器网络监控的方案 有大致三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Cubernetes使用的协议站复杂 在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 平常如果我们是单击不通过容器化的方式 不属一个网络应用的话 你的出包和入包可能是直接通过比如说TCP 通过TCP协议站 然后直接发到你对应的网卡的 但是由于你使用了Cubernetes这样的容器网络 然后它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网络错谱 你的包可能需要经过Bridge 然后可能需要经过AppTablesNetFilter处理 可能还会受到TC上EBPF程序 或者规则的影响 最终才能够出到你的节点上去 所以这就是Cubernetes它的协议站复杂的原因 但同时我们内核Linux内核原生透出的信息 还是比较受限的 它可能会提供一些技术器 比如说这个包什么时候产生了丢包 产生了重传 但是它在关键链路上是缺少一些详细信息 和上下文的记录的 比如说它是在哪一个地方丢了这个包 然后它的调用站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只知道的是它丢了一个包 你可能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间丢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EBPF程序来增强我们在Linux内核方面的一个监控的 用来增强这个监控能力 我们选择EBPF程序也是因为EBPF程序分发和部署的便利性 首先EBPF程序的兼容性是比较好的 它的同一套代码能够兼容多个内核版本 在多个内核版本上编译使用 同时由于这个EBPF Verifier就是验证器的存在 我们EBPF代码加载进内核之后的运行是有着相当高的安全性的 它不会因为一点错误而导致整个内核挂掉 还是很安全的 然后我们的EBPF程序运行在内核台 它对大量网络数据进行过滤和统计的时候 它的开销是比较低的 相比来说是比较低的 我们可以在内核中做很多自定的过滤和统计的逻辑 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排查的经验可以通过EBPF进行代码化 它能够导出问题的详细的上下文信息提供给用户 甚至是直接把问题的根因直接导出给客户 然后能让许多这种排查经验不是很丰富的用户 也能快速定位到网络问题 然后让我们的排查经验可以复制 大概就是以上三个原因 介绍完为何我们选择EBPF 我们再来看一下 Kubernetes网络问题有哪些关键特征 或者是说有哪些场景 我们总结了大约有四个场景 包异常 然后延迟 资源瓶颈 还有一个异常路径 包异常主要指的是连接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包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比如说某个时间出现了丢包 出现了重船 然后出现了TCP reset 包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都不是我们预期的 它很有可能代表着一个网络问题的发生 其次是延迟 延迟会导致我们的业务出现一个 就是延迟增高的情况 或者说业务的抖动 常见的一些情况可能有Socket的延迟 就比如说你的应用读取数据 读取慢了 它可能在忙别的事情 或者是由于容器的设置 或者是节点本身的瓶颈导致的CPU线流 然后节点的负载导致的调度延迟 或者是协议站的调度延迟 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像是网络问题 但实际上也表现为网络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的IO IO阻塞 它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业务抖动 进而就是表征为一个网络的问题 第三个呢是资源的瓶颈 资源的瓶颈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像我们的带宽瓶颈 然后我们的软重弹的占用 然后呢在容器的场景下 还有转发表满这样一个场景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连接丢失 或者是连接出现异常的情况 其次呢是一个异常路径的问题 它主要是表现是出现一些异常的Net操作 比如常见的有一个叫做TCP串流的情况 大致呢就是一条TCP连接的包 因为contract表满或者contract冲突 端口冲突等情况 它这个包发到了串流到了另外一条TCP连接上 它可能这种情况会导致丢包 或者导致reset等一系列的连接异常情况 针对以上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使用了EBPF技术来进行观测的 对于包一常这种情况的观测呢 首先包一常会导致我们业务的偶发的抖动 可能包括我们的丢包 重传TCPreset等情况 我们采用EBPF可以通过注入EBPF程序 追踪调用站 从而找到EBPF的根因 从而找到丢包的根因 可以看底下这张图 我们可以通过TracePoint或者KPROB等方式挂在EBPF程序 在像是KPRE SKB等关键路径上 我们去获得这个整个包将要被丢掉的包的具体情况 比如说我们从XKB中可以得到五元组 就是我们的原IP端口 目的IP端口还有协议 然后呢 我们的Socket目前的状态 这个包有可能是因为Socket的异常 所以导致的它 就是TCP状态机的异常 导致的它发送了错误的包 然后我们也可以拿到这个时候丢包的调用站 就是我们内核中它是有哪个函数丢的 以及它是被哪个函数调用的 在交新的内核上呢 我们也可以同时在KPRE SKB上拿到我们丢包的原因 Reason 然后EBPF程序在整合完这些信息之后 它就可以把这些信息打包起来 通过PerfEvent的方式 然后与我们用户态的程序进行沟通 将我们这个丢包事件透露到用户态程序 我们的用户态呢 将这些将这些数据聚合之后 我们透出两种类型的指标 一个是Matrix 就是指标 这个是通过我们聚合丢包的异常或者数量 然后根据他们丢包的原因 做一些简单的分类 比如说它是因为Netfilter丢包的 它是因为没有路由丢包的 然后透出不同的Matrix 但是Matrix是一个格式化的数据 它不能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调用战之类的信息 这种信息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event 一个事件的形式来将它产生 上面是我们包一场的一个EPF监控的例子 然后呢 接下来是我们网络延迟是如何进行追踪的 网络延迟问题可能包括Socket的延迟 协议站调度延迟和IO汉 这些之前都讲过了 然后呢 我们使用eBPF程序 在我们的Linux内核中 对这个包进行一个全流程的追踪 我们会使用SKB里面的比如五元组 然后用PID作为K 然后来追踪这个数据包在内核中的流转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内核的点 比如通过Kprobe 通过TracePoint的方式在内核的各个点 对这个SKB对这个包进行采集延迟 然后呢 用于定位延迟的根因 下面呢 我们来看我们采集延迟的一个流程 我们在用eBPF在我们的网络协议站里检测的方式 大概分为这么五步吧 第一个是我们注入eBPF程序 通过Kprobe或TracePoint的形式 注入到我们希望的 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些关键路径上 然后当这个包到达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我们会将这个包的 我们将这个包的一些技术信息 就是K提取出来 然后将当前时间点的信息也提取出来 然后插入到一个eBPFMAMP中 这样我们叫延迟MAMP 然后我们在这个包在整个内核 内核里面流转的过程中 然后我们关心的点都会被打上这个时间 都会被记录下来 然后呢 在SKB销毁的时候 我们会将各阶段的延迟做一个总结 然后将这个总结好的信息 通过Purf Event的形式传到用户台 当然如果有一些设定 就比如说你设置了一个延迟的预值 因为你也不想让大量的数据包 直接就全部扔给用户台去处理 这样会比较耗费性能 所以做一些过滤的行为 也是在我们的eBPF程序里做的 好 在这个SKB 就是这个包正式的被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也会在 我们也会在eBPF那个延迟MAMP中 将对应的数据条目移除 就是右边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大概我们在整个的接收路径和发送路径上 我们选择了这些点位 然后来进行延迟的记录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在接收路径 比如说我们收到了一个包业延迟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 它显示在我们的IP Receive Finish 就是从下网上入第二个 和这个IP Local Deliver之间 我们看到这个包的延迟主要是出现在这一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问题缩小到 这个包延迟是因为 这之间的 就是因为这个路由模块而产生的延迟 我们就可以顺这条思路最终定位到 可能是因为有过多的路由条目等原因 导致了我们这个网络问题 好 我们Coolscope主要透露三种类型的指标 包括Matrix 然后Events 事件 还有我们的Flow 就是流连接信息的记录 然后呢 它们可能有不同的采集方式 然后呢 与用户态程序有不同的交互方式 然后通过用户态程序 有业务不同的存储方式 以及最终我们的可视化方式 像是我们的Matrix 它可能包括我们的延迟 然后还有一些异常 比如说丢包重传的技术 然后呢 这些会通过我们的TracePoint 或者KPROB UPROB进行采集 通过EBPFMAM的形式 然后 把它把这个数据丢到用户态程序 用户态程序呢 将其存储为一个普罗密修斯的时间序列 最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 Graphana大盘进行展示 一场事件呢 包括就是事件的一些日志 然后还有调用战等上下文信息 这些是通过TracePoint 或者KPROB进行采集的 采集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通过这个PURFEVENT的形式 将其投递到我们的用户态程序 用户态程序将其保存到LOKI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其他的LOKSTAR 日式存储 比如说我们阿里云上的SLS 然后再通过我们自己设计的界面 或者是对应的一些查询界面 然后进行事件日志的一个回溯 之后是我们的Flow 流和连接的信息 然后可能包括我们的五元组 然后以及这条连接上的统计信息 包括发送的包字节的数 然后这条连接上的丢包数 然后也是通过EBPFMAMP的形式存储的 投递到用户态的 然后存储为Promesios的时间序列 存储为时间序列 也便于我们去回溯某一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的一个流的连接状态 然后最终的可视化 是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Flow Graph 一个流的一个访问关系图得到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个 使用我们CubeScope的EBPF监控 排查实际问题的例子 这个是通过我们的监控 来排查一个 Ingress Injects Controller的 一个偶发业务超时的问题 我们业务异常的时间点 9点25左右 然后我们知道了业务的实际时间点 我们就可以去通过这个时间点 来回溯CubeScope的监控 首先我们可以去看 我们的Graphana大盘上的指标 然后会发现业务Port 在当时有一定的重传 然后除了重传外 除了重传外 可能有WordNet 就是WordIO的指令延时 出现了突增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事件 当时有没有记录什么信息 看到事件这边 我们发现了 当时也是有这个叫做WordCMDExecute 的一个延迟的事件产生了 然后这个事件提供了我们的调用站 然后也是进一步的揭示了 向我们揭示了这个根音 问题是我们底层虚拟化执行 导致了一个超时 然后超时导致的软中弹卡住 软中弹卡住呢 就导致了包的延迟重传 最终产生了我们的业务抖动的问题 好 以上是我们对Coolscope如何通过EVPF 对这个KBIS容器网络监控的介绍 我们在实际实现这些功能 就是使用EVPF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我们主要是有以下三个挑战 第一个呢 是监控能力的部署和分发 因为EVPF程序 它是依赖内核的header去编译的 它不光需要你有Linux提供了对应的header 还是需要有对应的编译环境 比如说C-Long和LLVM的编译环境 这个环境加起来大概有300兆左右 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第二个呢 是EVPF的程序管理 因为我们对很多的 我们针对不同的场景 设计了很多的探针 然后并且注入了相当多的EVPF程序 但是有一些探针其实是你并不是非常需要的 虽然它的开销比较低 但是多个同时启动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性能上的影响 所以我们设计了EVPF程序动态插拔的功能 能够将我们根据不同场景 设计的数十个EVPF探针 通过动态插拔的方式 来注入到Linux内核中 或者是把它关闭 然后这些探针呢 也具有不同的功能的开关 这个也是能够需要 能够提供动态配置的能力 之后呢 就是大量数据的有效采集 因为网络数据是相当相当的多的 并且各种数据的 我们各不同探针 采集关注点都不一样 不同数据的数据标签也不同 我们将其采集出来之后 也需要将其分为事件和监控指标 然后输出到多种存储上 这三个问题都给我们的 CubeScope的程序设计上 带来了相当多的挑战 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在EVPF编译上 我们采用了EVPF-Core的方式 就是通过一次编译 我们在构建镜像的时候 将其构建好 然后在实际的机器上 将其加载上的这个方式 然后来避免我们动态编译的这个问题 使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不需要在每一个机器上 需要有C-Long或者LOM这种 需要动态编译的环境了 我们也减少了我们对OS 投文件等环境依赖 Core是需要依赖我们的BTF信息的 我们呢也设计了一个BP BTF-Hack的工具 然后来通过多种途径 获取我们的BTF文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BM-Linux 就系统自带的信息 或者是我们龙锡的在线的BTF库 能够在线的下载到 对应系统内核版本的BTF信息 通过这种形式呢 我们就能够在 大部分大量的Linux系统上 在不携带BTF信息的系统上 也能有相当好的兼容性 并且甚至能对3.10 像这样的比较老的版本 提供了我们的EBPF的支持 最终呢通过这样的优化 我们的镜像分发大小 由原先的300兆 能够降到33兆 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提升 之后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管理 我们的数十个EBPF探针 我们做了一个探针的破绽性的设计 我们在程序的内部呢 对于Matrix Event 实践和Flow接口进行了抽象 然后我们通过了CNI CRI就是容器运行时和NetNS 通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获得并且生成 网络的拓补信息 并且在各个探针之间共享 然后EBPF程序有着它动态的功能 我们是通过基于这个 RODATA的EBPF探针程序的动态插拔 实现了这个EBPF探针程序 动态插拔以及变配 然后数十种 我们的多种探针数据采集上来之后 我们有一套统一的数据的采集和分发流程 我们将其采集为Matrix和Event 然后还有Flow 然后将其再投递到我们的不同的一些LogStore 或者是我们的比如说Promicius这样类的存储力 这样能够极大的简化我们新增监控能力的开发量 以上就是我们对CubeScore EBPF监控这一部分设计的介绍 以及我们遇到的挑战 以及是如何解决的 我们也是一个去年开源的项目 也是有着相当多的未来规划 之后我们是计划增加更多云厂商 然后和网络插件的支持 然后在我们的Flow链路关系图中支持像是RTT 然后WindowsSize这样类的信息展示 用于发现集群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网络瓶颜值探测的计划 支持多种协议类型 支持可以同时抓包端到端的每一段链路抓包 分析延迟路径延迟发生在哪里 我们目前EBPF程序是使用C进行编写的 我们也是计划采用BPFTrace这样类的脚本 通过脚本来扩展我们的探针 能够降低我们的开发门槛 以及极大的提升探针编写的灵活性 我们对外暴露了Matrix和Event 但是这一步还是需要用户自己去分析的 所以我们也是计划提供一个CubeScope Analysis工具 通过这样一个工具来智能分析CubeScope 所透出的指标和事件 然后用来导出根因和建议等方案 来降低问题的理解门槛 目前我们是只有四层的能力 所以也是计划去实现一些应用层七层的感知 比如说对HTTP Redis这一类协议的感知和处理 好 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容 然后在场的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您可能要到这边来 因为没有话筒 我复述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阿里云是否有在大规模使用我们这个 第二个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探真和后个点 它对系统可能的 就是它对我们整体业务的开销可能影响是什么 对 首先第一个 CubeScope这个项目已经在我们阿里云 实际上已经作为一个组件吧 作为一个应用已经上限一段时间了 然后也有相当多的大客户在使用 就是然后我们的内部 我们自己内部的产品也是基于CubeScope做了二次开发 或者是使用CubeScope作为我们内部的一个网络监控技术 所以它已经是在我们内部和客户之间已经可以说是被广泛使用了 然后第二个关于这个性能问题 我们之前是做过一些测试的 就是我们的指标 其实因为我们选择关键点的时候 我们选择路径点的时候 其实是选择了一些异常连路 比如说KfreeSKB 其实这个只是丢包的时候 它会触发到的 然后像这一部分的探针 实际上它对整体的开销是比较小的 然后有一些比较常识的 我先说完 行 就是有一些像是我们的链路追踪这一类的开销 是有一些开销的 不过就是整体还是属于可控的范围 就是百分之几来着 百分之五左右 对 这个数据是我们之前有实际测试过的 但是目前是还没有透出 就是我们计划近期就是透出在我们官网的文档上 嗯 好的 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是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我们的项目地址 我来翻一下 因为这个 在左下角有点小 就是在阿里巴巴的这个组织下 叫COOPSCOVE 我复述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网络 我们这个网络丢包的探测是针对这个内部的 你指的是Linux内核内部吗 然后还是一个整个链路的一个探测 我目前是针对就是单级 就是单节点 然后整一个内核中链路的一个延迟探测 或者是丢包的异常 然后它是以就是在K8S上 它是以Democet的形式部署在每一个node上的 然后它的最终的那个结果会汇总到一个整个的 比如说普罗米修斯或者Loki记录里 对 然后嗯 然后我们也计划做一些 比如说一个点对点 就是端到端的一个全链路的探测功能 就这个可能是会跨节点或者是跨就是机器的 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云上使用VPC这样的 它其实虽然不太好 但我们可以基本上认为它是不会有一些丢包或者之类的情况的 就是并且我们其实我们Costco的重点也并不是在你这个底层丢包这一块 我们更多针对的是比如说你在阿里云上你购买了一台ECS 然后ECS上是装有我们的Linux系统的 我们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个就是ECS 就是VM里面这层操作系统可能产生的一些包的异常 就比如说你使用K8S 你的VM里比如说会利用到Contract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表是有一个上线的 如果这个上线会打满出现打满的情况 它会就会发生一个网络异常了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比如说这种情况 就是你在VM内部进行的一些网络出现的一些网络异常 或者丢包情况 就是如果是这种比如说你这种跨国 跨地域专线 然后如果在专线内部就是在这个专线底层传输丢包的这个情况 就是我按我理解首先CopeScope是能监控到 比如这条链路上存在着比如说丢包或者重传这样的情况的 然后它可能没法直接定位到是你底层 比如说你的S网络的问题 但是它可以起到一个定界的作用 就是如果你发现出现了这些重传指标 但是你的内核可能它并没有异常 它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重传 你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是内核的问题的 就是排除你自己VM 你自己的这个机器里面 因为内核的某一些资源限制 或者是抖动一些情况产生这个问题 没有的话 那我们本次演讲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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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